深度揭秘 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数据显示 蜂蜜的各项营养成分中 糖和水占了99%以上 说白了 蜂蜜的本质就是比较贵的糖 而蜂蜜中的大部分糖都是单糖 完全不需要经过消化 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 所以吃完蜂蜜后的你 血糖会飙升得特别快 从现代营养成分组成的角度来说 蜂蜜是一种类似于泡面这种热量高 且营养高度单一的食品 除了占比99%以上的糖和水之外 剩下不到1%的是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这些物质也是蜂蜜被认为 最具有特殊功效的原因 被商家鼓吹最多的酶 其实并没啥用 食物中的酶经过胃酸消化 最后都会变成小分子多态和氨基酸 更重要的是蜂蜜中的各种消化酶 一直还是忽略不计的剂量 传说中蜂蜜润肠的作用机制 只是一部分人肠胃功能障碍 导致的果糖不耐受症状而已 果糖不耐受的人 肠道吸收果糖很慢 为了平衡肠道内的渗透压 水分会进入肠腔 大便体积增加 造成渗透性腹泻 说白了就是轻微的生理性腹泻 一般蜂蜜都能保存两年以上不腐坏 被商家鼓吹是因为蜂蜜里 富含抗菌和抗氧化物质 真相是蜂蜜的主要成分 是82%的糖加17%的水 这是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 细菌的细胞会脱水而死 下期讲没用的燕窝 敬请期待